娛樂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又要講龍狗 又要講龍狗 高恩仔對於龍狗的注意力 真是有真無假 因為他們的新聞 真是令到高恩仔百思不得其解 尤其這一段真是奇怪 有報導說 龍狗自從上次 頭炮見面會簽名 會取消了用不可抗力的理由延期之後 終於在5月10日 將會跟龍狗一起商約在上海 但是在宣傳片中 竟然沒有其中三個人的出現 是香港成員 真是很奇怪 這件事 他們不是一個男團嗎 現在好像更快分拆過MIRROR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令到我高恩仔百思 我也研究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就分享給大家聽 不是分享給大家看 是跟大家雜事說 究竟現在在搞什麼事 好讓我知道 好了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片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 都可以 還有課金支持 龍狗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無線的重頭藍團 成立的時候 就是可目標很清晰的 我自己覺得 都是要來打MIRROR的 老實說 而且前一輪也有一些 報導是把龍狗的 就是叫做No.1的成員 就跟姜濤比較 那間仔也出片 已經講過 根本是 不能作比較 根本就是 第一不公平 第二根本是 根本是不可能 不可能威脅到姜濤 無論是否比較 都好 龍狗的誕生 當然是主打去處理MIRROR的競爭 但是問題上就說 OK 沒問題的 即是打不打到一回事 但是你有沒有去 仍然真真去做呢 我覺得是一個論點 即是上當日 我以為 我以為龍狗開見面會 一定會 即是怎樣說 搞到有聲有色 起碼 你係好係醜都做個勢出來 說到很多人歡迎 很多人參與 即是起碼要做個氣氛出來 喂 未搞就先cancel 還有一個原因是叫不可抗力 那我都拚了頭 即是其實你問我 我真是想見到龍狗速度 你明白嗎 我真是想見識一下 究竟他是怎樣威脅MIRROR 甚至是說著主公姜濤 真是想看下 我不是說笑 我不是諷刺 不是說反話 我真的覺得龍狗是應該要出道 去給我欣賞一下 究竟我的策略是怎樣 即是我也很想知道 但在問題上 見面會一出已經滑鐵路了 然後我都沒有去 即是沒有什麼新聞需要我去跟進 這樣就放在一邊 近段我又見到一宗新聞就說 因為上次的見面會 是吧 延期了 延期了 cancel了 現在就改為5月10日去搞了 但又不是說整隊出的 又不是整隊出的 昨天 即是香港的成員 我都不說他們的名字 免得說 即是我要講個概念給大家聽 那三個成員又不是出現 那三個成員就是香港的成員 結果只有九個成員出現 而且地點就是上海 那我就很驚訝 就是說 這個龍狗不是要來打MIRROR的嗎 對嗎 龍狗不是打MIRROR 打MIRROR在香港的 在香港是 做一個最主力支持的地方 那如果龍狗要面向MIRROR 甚至要去代替MIRROR為他們的終極目標 這樣才算 那是不是應該要在香港做多些宣傳呢 在香港做多些活動 可以得到別人的支持呢 加上之前 加上之前 MIRROR其中一個冠軍成員 還要在天橋底下舉行 生日會 哇 我真的拚了 我曾經想過 可能龍狗的面向是 中國的市場 所以這次可以在上海搞 但問題上就是 我始終還是想不明白 究竟你是想打MIRROR 還是打其他人 還是想建立一個 他自己一個 視野廣闊一點的市場 對吧 也沒有人這樣說 我只是 就是最後我的新聞 就是講總經理曾志偉出來 去介紹龍狗的名字 為什麼叫龍狗 為什麼呢 就是這樣說 龍狗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不完全在我的多年以來 一些PR的操作 一些宣傳操作 完全都逆向了 可能這就是曾志偉的想法 要用一個逆向方法 去帶龍狗出道 龍狗 所以現在有很多事情 你都不可以用 一個娛樂圈 我特別是娛樂圈 你不可以用一個常理 去了解一個運作 是吧 你完全理解不了 是吧 而且大家其實老實說 娛樂的東西 大家其實呢 特別香港人 很簡單的 你有東西給我看一下 是吧 有東西給我去欣賞一下 有東西給我甚至觸摸一下 這樣其實已經可以了 是吧 你不要經常說搞 然後又說搞不到 又說取消 又說延期 那我怎樣支持呢 就是好像江仔之前都出過的一些片 在那裏說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選擇姜濤做一個 就是叫做支持的對象呢 一來就是 一來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很喜歡姜濤 二來就是他真的有東西給我們看 姜濤 是吧 有作品給我們看 定期 是吧 亦都可以看到 可以觸摸得到 甚至是 是吧 明白 所以這些明星才值得我們去追 以及追得到 你明白 現在我簡直看到龍狗 真是他的名字 好像一條龍飛了 龍在天 不如你們叫龍在天 我免費幫你們 Change name 免費改名 你知道有時候Change name 都是要收錢的 是吧 喂 你們就叫做龍在天 是吧 龍在天 因為你們根本是神龍見守不見味 龍在天 我都不知道你們在哪裏 是吧 你們出了到尾我都未知 是吧 你們又好像沒什麼活動 是吧 經常只有一個說法 是吧 搞什麼見面會也好 什麼都好 然後又見不到 搞什麼人又不齊 就像別人那些開工的 那些呢 那些人的天 說開工 開工都未能開工 一開工 一開工 一開工就會 不見了人 這樣 喂 所以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這個龍狗呢 我覺得是要改名,要改名去重新定位 我覺得是要重新定位 既然你們都沒有實質的東西出來了 既然你們都沒有實質的東西出來 不如就在網絡講就算了 講會出席活動,講會出新歌,講會跳舞 講就可以了 我們實質上是否做不重要 做不做到也不是一個重點 你只不過需要講出來就可以了 這樣已經有內心了 所以大謊話話,我都講了龍九幾次 但是你說真的見到他們成形出來表演 或者有什麼搞作呢 我告訴你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你們完全不知道究竟他們去了哪裏 我都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覺得踏入2024年 一個非常之可愛的一個男團 其實應該是否叫他做男團 我都未見他出道過 所以這件事我想大家都要跟進一下 不過不要緊的,你們沒有時間跟進不要緊 我跟進吧,有什麼所謂 我也覺得這件事有趣 因為他主打是要對抗MIRROR的 所以我一定會留意 但是留意我也不知道留意去哪裏 現在好像是一個迷霧之中 一個迷霧之中 我也不知道留意去哪裏 去到哪裏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龍九呢 拭目以待 看看他之後有什麼搞作 看看他會不會 好像我跟他改名字 龍在天 以後他叫做龍在天 龍在天 神龍見守不見美 永遠都是這樣 只有搞笑 好 今節 娛樂的中文新聞報道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次繼續